那么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使用Action Creator来统一的创建Action 大家呢,看一下之前的Redux的工作流程图 你会发现呢,当你去派发Action之前呢 Action不应该在我们的组件里直接的这么去定义 大家来看,现在我们的Action直接就这么定义了 这么定义不是不行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一个Action Creator来统一的管理页面上所有的Action 然后呢,通过Action Creator来创建Action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正规的流程 当然呢,你像这种比较简单的功能 Action分散在各个业务逻辑里呢,倒还可以 如果业务逻辑非常复杂的话 你的Action到处都是实际上在之后进行测试或者管理都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呢,我们要把Action拆分到一个ActionCreators里面去统一的创建管理 怎么做呢? 我们在Store下面创建一个键 叫做ActionCreators.js 在这里呢,我们去创建一些方法 首先Export它,然后创建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首先来看,我们需要几个Action,打开ToDoList 第一个Action,它是要改变InputValue的这样一个Action 所以呢,可以在Action Creator里面定一个方法 叫做GetInputChangeAction 当然呢,你应该这么去写 让它等一个建筑函数 建筑函数呢,让它反对一个对象 好了,这个函数呢,接收一个值Value 然后呢,Return一个对象 对象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过来看啊 对象的类型是ChangeInputValue 所以我们写在这儿 它的Value是什么? 这里呢,Value就是这个E.Target.Value 所以呢,我们可以接收一个Value 可以返回这个Value就可以了 当然呢,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呢,不能直接用这个长量 我们需要引一下 所以Import它 ChangeInputValue from当前录下的ActionTabs 这样写才OK 那这个方法写好了之后 我们怎么去用呢? 这就是一个ActionCreator 这个ActionCreator 它就是帮助我们创建一个 Tab等于ChangeInputValue的这样的一个Action来使用的 我们呢,在这儿 在ToDoList里面 这个时候,我这么去写 Import什么 fromStore下面的ActionCreators 我们从它里面引入什么呢? 我们引入这个GetInputChangeAction 这样的一个ActionCreator 引入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怎么去用? 很简单的 你这样用就行了 ConstAction等于这个方法 我们让这个方法执行一次 同时把一点Target.Value 传到这个方法里面 保存 我们把这块代码删除掉 好了,这个方法 接收到了这个Value 它会干什么? 那就来看一下 它直接就帮助我们返回了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之前用的这个Action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把Action的创建 封装到了这个ActionCreators之中 接着我们继续执行同样的流程 我们说还有哪里要用到Action呢? 在这里 HandleButtonClick的时候 你要创建一个 AddToDoItem这样的一个Action 所以呢 我在这儿创建一个方法 在ActionCreators里创建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 GetAddItemAction 好了 它的类型是什么呢? 我来看 它的类型是AddToDoItem 所以呢 这里 它的类型 我给它写成 AddToDoItem 它不需要其他的内容 所以这块我们都可以把它干掉 好 这个方法定义好了之后 我们在ToDoList里面 就不需要这么去创建一个Action了 怎么去创建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的名字拿到 当然呢 这块会有问题 这个函数要调用 AddToDoItem这个常量的时候 需要你在这儿把这个常量引入进来 不然的话会报错了 引入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改代码 我们在ToDoList里面 去引入这个方法 从ActionCreators里面 去引入GetAddItemAction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HandleButtonClick的时候 我们去创建一个这样的Action 存储到Action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剩下的流程都是样的 再往下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用到一个Action 那这个Action呢 我们也要通过ActionCreator来创建 这个Action的名字叫做 DeleteToDoItem和删除内容相关 所以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方法 叫做GetDeleteItemAction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方法返回的对象里面 要包含一个Type Type的类型是DeleteToDoItem 我们把Type拿过来 放到这里 同时呢 记得要引入这个长量 Action的对象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要有一个Index 所以呢 我们把Index拿过来 写到这个方法的参数里面 这个方法要接受一个Index 然后返回一个Action对象 这样的话 我们又写了一个ActionCreator 它呢 是一个函数叫做 GetDeleteItemAction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函数的名字 然后在ToDoList里面 去引入这个Action 怎么引呢 GetDeleteItemAction from这个ActionCreators 引入这个函数之后 在下面再改我们的代码 这时候Action呢 没必要写成这样的一个对象了 我们呢 这么去写 它等于这个方法之行 返回的那个对象 这里 这个方法要接受一个Index 所以你要把Index传过去 这么去写我们的代码之后呢 我们再往上翻 这个文件里面 ChangeInputValue 我们可以全局搜索一下 就没有用了 AddToToItem也没用了 所以ActionTabs 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文件之中删除掉 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啊 刷新 然后呢 提交一个1 提交一个2 删除一个1 删除一个2 功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将Action的创建 放到了一个ActionCreators 这样的一个文件里 统一的进行管理 那之所以这么做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高代码的可为互信 而且呢 因为前端会有自动化的测试工具 如果呢 你把Action都写在一个文件里面 那么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 我们再打开之前的那个Redux的流程图来看的话 就很清楚了 首先呢 当我去改变Story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要干什么 我要先去调用ActionCreator 创建一个Action 然后呢 Store把这个Action派发出去 我们的这个流程就整个的和图上完全一致了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内容 大家加油 好